在推特上显示的时间 11月24日上午8点30 中国官方媒体《人民日报》 在其官方媒体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显示 一个小朋友身穿恐龙装 蹒跚地向前走 而他手里抱着小熊威尼 该媒体在文字评论道 注意了一个可爱的怪物正在四处游荡 以俘获你的心 说到小熊威尼一直都被认为 是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代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